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通过工作 我们可以提高自己的素质和能力 实现个人价值和意义 因此 我希望每个人都能在工作中修成正果 成为更好的自己 工作是一种修行 需要我们具备一定的心态和态度 首先 我们需要抱持一颗阳光 积极的心态 对待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和挑战 我们需要学会从困境中挣扎和奋斗 不断克服自己的弱点和不足 提高自己的能力和素养 一位读者的留言令我感触较深 他说 我们老板快七十岁的人了 每天来得最早 走得最晚 天天如此 我是这样回复他的 正因为如此 所以有些人给人的感觉 就是他做什么都会成功 从一个人对待工作的态度 往往可以看出他的层次 我不是一个画牢 但这条留言确实令我感触良多 特别是对于正在创业中的我来讲 有很多的话想说 可能我在文章里经常讲 今后不再会有绝对稳定的工作了 所以常会有读者来问我一些关于抉择的问题 什么样的抉择呢 是继续打工还是去创业 很多人想去创业 无非是觉得目前给别人打工看不到希望 而创业是一条可以改变打工者身份的活路 挣到的钱都是自己的 人也更自由 不用受气 好处当然不少 而且我身边也有不少朋友 确实都跳出来自己创业了 包括我自己 但我想说的是 创业不是儿戏 不要只看到少量的光鲜 忽视了大多数的落魄 坦白讲 创业不是唯一的出路 因为打工也不见得就有多糟糕 真正毁掉你的 从来不是打工 而是你的打工者心态 很多人死于打工者心态 打工者心态的人是怎样的呢 讲一个小故事 有一次 我在一汽车站的后车室里等车 后来肚子饿了 便进了一家小超市里买点吃的 在付钱的时候 一位中年男人走到柜台前 问有没有热水 店员的态度很老 没应他 中年男人又问了一遍 他才不耐烦地回了句 没有 中年男人说 车站开水房那边 炉子坏掉了 没热水 本来还想买桶泡面 垫垫肚子的 随后 他向店员建议说 你们其实可以免费提供点热水 这样生意不是更好吗 女店员说 我也不是老板 每个月就那么多工资 生意好不好 关我什么事 给自己加工作量 我又不是傻子 这位女店员 就是一种典型的打工者心态员工 职场上这样的人很多 他们对工作的态度就是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我只是替老板打工的 给多少钱干多少事 其实 我倒觉得这个中年男人的提议不错 热水的成本能有多少钱 关键是这个增值服务 能带来更多的生意 而且 店里的闲置空间挺大 完全可以放几张桌椅 供来往的人休息 或者搞点棋牌之类的娱乐项目 按小时收费 这些都是小成本提升营业额的措施 不过我没说 因为说了 也是自讨没趣 有句话叫 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 同样地 你也永远无法 让一个打工者 心态的人为公司着想 我在文章里讲过 其实工资不是老板发的 是自己争取的 这个女店员完全可以同老板谈 如果我能做到多少营业额的话 就加工资 只要合理 很少有老板会拒绝的 有人帮忙赚更多钱 何乐而不为 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 但很多人并不会这么想 总觉得自己多做一点 就吃亏了 总觉得公司发展好坏 与自己无关 反正我又不是老板 恰恰是这种心态 让很多人对工作失去了热情 而这也埋葬了他们的未来 注定永远都只是一个基层的打工者 没有成长 将工作当成事业 会收获很多 从一个人对待工作的态度 往往也可以遇见他的未来 有些人注定会一直平庸下去 而有些人前面的路则 一片光明 前途无量 我发现 那些没有工作界限感的人 往往成长起来最快 最终收获也是最大的 什么叫没有工作界限感 说白了 说白了 就是不把自己当外人 将工作当成自己的事业来做 而不是分得很清楚 我就是一个员工 是我的事才做 不是我的事不做 360的创始人周鸿一曾说 不论在方正还是在雅虎 我从来不觉得自己是在给他们打工 可能我真的是一个很有自信的人 我一直觉得是在为自己干 只不过客观上给公司创造了价值 另外 我始终觉得应付一件事 就是在浪费自己的生命 干任何一件事 我首先考虑的是通过干这件事 能学到什么东西 这也是我为什么说 没有借限感的人成长起来会很快 因为这样的人 会真得用心去做事 沉浸到工作中 打磨自己 强大自己 而不是整天混日子 等着那点死工资 一个人 如果总是为了那点工资而工作 那么他的格局就会变小 就只能看到眼前积拟的地方 变得斤斤计较 虽然看似没有吃亏 其实输了未来 是吃了大亏的 反过来看 那些将工作荡成事业的人 最终都将会收获很多 我曾在文章里分享过一个故事 假期间 朋友回公司拿文件 一小伙在加班 上去聊几句 看他正在忙着做一份 假期前布置的方案 其实这个方案不是很急 假期后客户才要 这个小伙笑着说 假期在家也没什么事 这家客户比较挑剔 所以现在有时间就先把方案弄好 防止到时候来不及 就因为这时 朋友决定月底给这个员工 薪资调整上去 你看 因为这年轻人有自动自发的态度 因为他将工作放在心上 所以薪资被上调了 将工作荡成事业 和将工作荡成逼不得已的谋生手段 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心态 后者就是典型的打工者心态 而前者其实就是创业心态 老板心态 所以请放大你的格局 别让打工者心态毁掉你的人生 打工没那么不好 关键是你以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 可以这么说 一个连员工都不做好的人 即使日后自己创业 也是很难成功的 大浪逃杀 最终很可能死在浪潮里 工作是一场修行 希望你能修成正果 工作中的成果 不仅来自于自己的努力和付出 也来自于其他人的帮助和支持 我们需要感恩身边的所有人 尊重他人的工作和劳动成果 共同营造一个和谐 美好的工作环境 我们需要抱持一颗阳光 积极的心态 有耐心和恒心去追求和坚持 同时也需要有一颗感恩的心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在工作中修成正果 成为更好的自己 实现个人价值和意义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点赞或留言 表达您真实的感受 并且分享给身边的人 最后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 订阅与分享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